时间飞逝,秋去东来,一百多年的时间徐徐过去,巨岛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仿佛还会一直平静下去。 但是这一日,汉利洞福所在的山头上空突然出现了惊人之极的天象,只见在高空中突然传来连绵不绝的晴空霹雳之声。 接着一朵朵乳白色的凌云凭空浮现而出,然后骑往山头处聚集而来。 方圆万里内的大小山峰处也漠然从地下树木中同时浮现出五颜六色的光点,骑往高空中积湿而去。 而到了一定高度后,这些光点表面障缩之下泡沫般的纷纷破裂, 化为了一片片五色光霞,再往汉利洞福中积湿而去。 只是一盏茶的功夫,汉利所在的巨山就被凝厚异常的五色光霞,一层一层的包裹,彻底被染成了五色一般。 而在空中却又现出了另外一幅天象,只是那些乳白色的凌云,此刻竟凝聚成了一个直径百余里的巨大云环。 而在云环的中心处,一股股轻蒙蒙的飓风正在凭空形成。 在呼啸声大起间,下方的五色光霞纷纷卷入云环之中,然后碎裂粉碎又融合到了一起。 随着飓风的壮大,五色灵光被卷入高空的越来越多,最后飓风的颜色竟然由青色变换成了诡异的五颜六色。 但是从四周万里外飞射而来的五色光霞丝毫不曾减少,下方包裹整座巨山光幕反而比先前更加凝厚了几分。 如此惊人的异象,自然将墨隐山脉中的所有兽类,以及有些灵智的低中解妖物纷纷惊动。 普通兽类一感到天象方向传来巨大灵压,一个个趴伏在地上颤抖不停。 任凭平时凶恶的猛兽,此刻都是胆战心惊,鼓松筋软,四肢无力了。 而有些灵智的低中解妖物则一个个纷纷往住处飞去,急忙朝着寒厉洞府所在的地面击视而去。 但在离天象千里之外的地方,所有妖物都仿佛碰到了一道无形的结界,纷纷落下顿光不前。 他们眺望向远处的五色巨山,以及空中的诡异云环,一个个显得惊慌失措。 牛手小兽,三手巨蟒等和韩力做过交易的妖物也纷纷出现在了附近,他们一眼认出了天象下面之处,赤河等地方。 当即心惊凑到了一起,互望之下不禁灭灭相去。 难道那人又要进阶了?如此惊人天象,莫非是要进阶灵帅存在不成? 多半如此吧,普通小境界晋升不会出现这等征兆的。 这人若真能进阶灵帅,岂不是也有能力帮我们解除奴狠? 按理说是如此的。 但是对方为何要帮我们呀? 黑鸣雾中的那位不止是出了意外,还是抛弃我等离去了。 我们已经百余年无法联系到了,若再不尝试下的话,我们以后就真的要性命堪威了。 哦,二位道友的意思是? 若这个人真能进阶成功的话,我们不妨将那件共有的宝物献给此人,让其帮我们解除禁止,然后从此远走高飞如何? 那件东西可是我们进阶的重要屏障,就这样送给外人了。 万一他收了东西,三回不给我们解除禁止,岂不糟糕透顶了? 若是连性命都没有,东西再好,我们留着又有何用? 至于后者,这人不是我等同类,但前几次交易时倒也攻允,多半不会做出悔诺的事情。 就算真有风险,以我们现在的情形不抓住此机会,多半要后悔终生。 这人是外来者,谁知道还会在此地逗留多久。 金元在旁边听了,也是连连点头。 既然二位道友都有此意,我也不好反对,但是现在还是先看看这人进阶结结果再说。 万一失败的话,说什么都无用的。 牛鼠小兽叹了一口气,也默认了此事。 其余二数,自然是同意此事,当然不再商讨什么,全都关心之极地望向远处的天象。 这时五色巨山顶上的乳白色云环,一点点地向四周扩张起来,看似徐环,但是每一分都以直径离许惊人距离变大中。 只是一小会儿的功夫,云环已经大到可以将整座巨山都套在其中。 而随着云环的巨变,里面巨峰也越发狂猛,不可阻挡。 下方五色光辖开始以惊人的速度被巨峰狂戏而上,包裹巨山的山木中渐渐稀薄了起来。 而经过如此长时间,四周往巨山汇集来的五色霞光,数量也开始变少。 这些天地元气所化的灵光终于全部聚集到了一处,并被巨峰席卷而起,纷纷没入云环之中。 整个巨环底部看起来好像一个底部呈现五色的巨板,当巨山最后一层光幕也不见了踪影后, 巨峰骤然一停,整个云环漠然变得寂静无声, 只是五色光环在环中各处闪动不停,仿佛暴风雨来临的宁静。 突然一声龙银般的笑声从巨山深处发出,巨山顶部金光一闪, 浮现出了一个三头六臂的巨大法像。 此法像身躯高达千丈,通体金光灿灿,仿佛实体一般。 三颗头颅徐徐一台下,原本模糊不清的面孔各有两团金芒刺目耀眼, 竟分别睁开一对毫无感情的赤金眼珠, 一同盯着空中的云环。 突然三颗头颅齐晃,三声金石般的长笑再次出口, 笑声连绵不绝,如同滚滚天雷般响彻整个天空。 远处的普通兽类还好,一闻此声,除了更加心惊肉跳之外, 还没有其他异样,而那些已经有妖力在身的低中解妖兽一闻之下, 只觉得两耳全是嗡嗡之声, 如同身处惊涛骇朗中,神识中亦是空空荡荡,再无其他想法。 巨大法相的长笑足足持续了一盏茶的功夫之久,才漠然一停。 接着六条手臂各自一掐绝,扑扑几声闷响后, 四周各色灵光一闪,又浮现出四个体积只有法相一半的虚影来。 一只青色大棚,一只五色孔雀,一只五爪金骄,以及一只巨大采缝。 这四个形象各异的真灵虚影一现身而出, 各自发出的龙吟凤鸣等各种声音, 接着或双翅一盏,或摇头摆尾, 围着三头六臂法相盘旋飞舞不定。 三头六臂法相模糊不清, 三张面孔中的两张霞光一闪, 一下变得清晰异常起来, 竟同时现出了含力那普通异常的面容。 这两张面孔双目金光闪动, 面色凝重异常, 只有最后一颗头颅和面孔不知为何的还是模糊不清, 无法看清分毫。 一张面孔一声大鹤, 附近盘旋的四个真灵虚影身形为之一顿, 随之方向一变, 冲向了法相的庞大的身躯, 结果灵光一闪, 四个虚影就一闪即逝, 没入不见了踪影。 三头六臂法相身躯一颤, 随即六条手臂一挥动下, 身躯在金光流转下再次狂胀起来。 原本千丈高的身躯, 片刻功夫, 长至比下方巨山还高出一头来。 此刻的金影, 脚踩大地, 头顶天空, 双手一抬之下, 就仿佛能直接将手伸进了云环的光辖中。 就在这时, 一阵阵仿佛泛音的奇妙声音, 从一颗显露面容的头颅中传出, 接着六条手臂同时冲空中圆环虚空一点。 顿时原本静止不动的云环煞时间活了过来。 霞光一闪, 巨大云环就无声地降落而下, 将巨大法相整个都套进了其中, 并且降落至法相腰部处, 一顿地停了下来。 但随此物围着法相身躯, 滴溜溜地转动不停起来,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圆环中的五色光辖, 齐往法相身体中狂注而入, 让此法相身体一时间由金色化为琉璃般的艳丽之色。 在此过程中, 法相身躯颤抖不停, 两张面孔同时呈现出痛苦表情, 仿佛五色光辖每注入身躯中一分, 都会让其更痛苦一层。 而光辖注入的程度非常惊人, 仅仅片刻功夫, 云环中所有光辖就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 甚至那边缘处的乳白色凌云, 在法相的一声力喝下, 也一下化为数百颗乳白色光球, 悬浮在附近, 漂浮不定。 这时三颗头颅大口齐张, 喷出了一股股金色霞光, 静一下, 这些白色光球纷纷吸入了腹中, 再也不分彼此。 做完这一切后, 法相面上痛苦之色大减了不少, 但体表流离之色流转之下, 体型骤然间缩小了起来, 眨眼的功夫仿佛山岳的法相就化为了一道 被五色光幕层层包裹的常人身影。 此人影就在山头上空盘系而坐, 两手掐绝不言不语地悬浮在空中不动, 漫天的惊人灵压和天象一下全都不见了踪影, 仿佛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一般。 远处兽类和低中节妖物, 这才纷纷从震慑中恢复了常态。 普通的兽类从地上爬起身来, 屋叶挤身后, 就惊慌异常地纷纷往自己的老巢狂奔而去, 根本不敢再往巨山方向再看上一眼。 那些刚成气候的低节妖兽也一个个如同大射, 调转顿光,飞也似的远离附近。 怎么样,这人是否进阶成功了? 牛手小兽等几名中节妖兽情形稍好一些, 但是刚才也不过是只能勉强保持战礼之姿, 此刻那金色妖元焦急问道, 不知道,那人冲击灵帅竞节, 应该还没有结束。 前前如此惊人的天象变动, 不过是此人吸纳附近天的元气为己用而已。 别看现在似乎声势全无, 但后面才是这人冲击竞节的最关键时刻。 牛手小兽似乎知道些什么, 目光奇怪地望向远处巨山上的那道五色光影, 口中缓缓说道。 三手巨蟒和妖元听到此话, 均都有些意外, 也忍不住再望向的远处巨山一眼。 我们走吧, 此人冲破瓶颈时间不会太短的, 估计少得数日, 多得越狱, 我等若长时间待在这里, 终于引起此人的忌讳了, 反而弄翘成拙。 牛手小兽似乎想起了什么, 如此说道, 其余两兽文言心中一灵, 也是大为赞同, 当即三腰立刻刮起一阵妖风, 腾空而起, 就向着相反的方向积舍而走。 一会儿的功夫后, 妖风就消失在天空尽头, 再无任何踪影。 而远处巨山上的五色光幕中的人影, 只是双目紧闭, 对这一切似乎视若无睹, 毫不知情。 一日, 两日, 五日, 十日, 整整两个月的时间过去, 此人影仍然悬浮在山头上空, 未见洞上一下, 只有包裹人影的五色光幕 越发晶莹耀眼起来。 此种情形, 让后来又偷偷转回数次的几名 终结妖物见了, 不禁嘖嘖称奇, 同时他们又都有些大为不解。 不过在此期间, 偶尔有些忘记了先前天象的寿蕾, 再闯进巨山百里之内的范围, 却是一股白雾浮现后, 纷纷消失不见。 整座巨山的附近, 竟不知何时被人下了一个超大禁止, 并且越往中心靠近, 禁止微能越是神庙。 再过了半月后, 光幕中人影突然间身形一颤, 提表五色霞光一阵流转, 终于睁开了双目。 接着长笑从人影口中脱口而出, 这一次的长笑并没有什么神通包涵, 但是笑声明显欢喜异常。 当笑声片刻功夫后, 一指人影站起, 双臂一挥, 附近五色光幕一下化为了点点灵光, 溃散开来。 接着人影两手一掐绝, 背后浮现一对羽翅, 漠然一声霹雳后, 人就诡异地消失不见了。